嗨 大家好 我是無界 今天要來實況的遊戲是這款 Voice of Cod The Isle Dragon Roars 感謝Google小姐在任天堂直面會看到這款遊戲覺得好新鮮喔 整個遊戲的世界觀都是用卡片來進行的 他們也有發布試玩版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試玩一下這款遊戲啦 很遺憾的這款遊戲沒有中文 所以我會用日文來玩一下 龍之島 好 這樣我就看得懂了 哈哈哈哈 從一開始來玩吧 咻咻咻咻咻咻 洗盤 不知道正式版會不會有中文啊 也許賣得好的話就會有吧 也許 好晚安 或應該說晚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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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遊戲師 很興奮讓你職業 之前我們開始有些事情我必須告訴你 你看 我的工作是把你進入這個世界 用我的聲音和卡片 因此我認為是最好讓你玩音和音樂 實際上我努力 但是 你能看到我的聲音是下載的 所以你也可以一直在一起 那你準備好了嗎 讓我們開始 看不懂日文的就聽英文喔 歡迎來到《Voice of Cards》 你正在進入你的旅行第一步 所以她的《Voice of Cards》就是這個意思吧 就是她在出一張卡片然後最後有一個人講話 我從現在開始就是這個故事的主人公 你會在一輪圈的剩刀和武器旅行 戰鬥熱的怪物 當你努力去認識你的想法 我們要來達到魔物並達成一個偉大的目的 我希望你會在這世界活躍 我? 我只是問她是誰 現在你的逃避維持久了 請你的旅行是安全的 這是王宮嗎? 所以中間應該是什麼國王之類的 好古老喔 是女王啊 女王巴尼拉住的地方 三個白色的遊客都在這裡集中 在女王的召集中 受到女王的召集喔 穿著白色衣服的三個冒險者登城了 喔喔這旗子是我的意思是不是 畫面中央的是我的旗子 按L 可以讓她動 往女王的身邊前進吧 好 她說有發光的地方呢 喔喔喔這就是我嗎 三個人嗎 對方的女王的召集中 所以你們是聖徒的聖徒 你們是聖徒的聖徒嗎 這是我嗎 年輕的女人 她保持自己的好生氣 最年輕的女人呢 走向前 教養很好的臉 好喔 好喔 她說我擔任三人的隊長 她擔任白色教團 希拉哈 希拉哈 中文會怎麼翻 就叫希拉哈吧 她抱著 嘻哈的一個團體 希拉哈對女王進行鞠躬之後 就讓她看看旁邊帶來的兩個男的 回答 那一個傻眼看著的一隻 就把頭髮捲著 然後不斷地叫他Berwin 這個人叫布蘭 一個肌肉男 另外一個是老頭 這個年輕的男人 是個照片的照片 她當成為了 她當成為了 Hedwin 她叫 哈克吉 哈克吉 哈克吉嗎 哈哈哈哈 她也用卡片給他們敬禮 喔這三人組 就是這個故事的主人公 女王呢 輕輕地跟我們打個招呼之後 就開始講著我們的理由了 好老套喔 王家的寶物呢 不知道被誰偷走了 請把他搶回來 在所有的情況下 我會承諾這件事給我的軍人 但我並不願意把我的力量拋散 和最近... 猴子的問題 她說原本應該要派士兵出去找的 但最近呢 因為怪物的活動變活潑了 所以他們人手不足 似乎那個困難的女王 她可以承諾這件事 任何其他人 感到困擾的女王呢 最後呢 就選了我們這個白色教團 因為我們深受人民的信賴 我們就跟女王說 我們就跟女王說 我們非常光榮地受到您的指名了 哈哈哈哈 除了任何詞 能帶他們去主人 但是呢 他們把女王按照更多的資訊 平常呢 她講話沒有問題嗎 還是那個是麥克風 哈哈哈哈 女王嘴巴那是麥克風嗎 嗯 我最關鍵的是請問報仇多少呢 平常呢 人們會期待這類的判斷 嗯 冒險者 有這個要求是當然的 既然要求一個償還會對 黃色的命令人 你保持你的唇 哦 但是獲得要求呢 違反了白色教團的教義 所以呢 我們就沉默了 她已經說了 她將會獲得 她會獲得 任何要求 但看到這樣的女王呢 就說 嗯 報仇 你們自己開喔 報仇 大錢啊 看來王家之寶是 就是有這麼樣重要的份量 我們要玩 我 呃 你有犯人的線索嗎 B還可以回去 可以重選的意思嗎 哦 不行啊 哈哈哈哈 女王說 在下一個城鎮有目擊者 嗯 下一個城鎮 非常好懂耶 我們下一個要去的地方是叫下一個城鎮 欸 這跟那個 彌陀方不是隔壁的隔壁之國嗎 這一樣意思啊 好 那王家之寶是什麼 神社會問了王家之寶 她問了王家之寶 說了王家之寶 說了王家之寶 是一個放在小瓶子裡 像液體狀的東西喔 不然 她解決了 但是她的嘴巴指定 它失敗 可以叫遺失 女王說如果沒有那個的話 講得好像沒有那個國家存亡就會有危機喔 祝Terry不再在這裡 我等待你的好消息的消息 好趕快去吧 我在這邊等你們的好消息 我們跟女王敬個禮之後就離開城裡了 我們要去下一個城鎮對不對 南邊有下一個城鎮 按加可以打開Menu 喔 可以裝備跟看技能 也有收集的要素啊 我們深受人民愛戴信賴的教團 只有等級5啊 喔 我們先記個路吧 我可不想 喔 它有自動記錄 但還是記個路好了 我可不想等下前面又要再重聽一次啊 我玩RPG呢 最會一開始就死掉了 好酷喔 喔喔 必須趕快早點找到寶物喔 希拉哈呢 加快他的腳步 筆直的往下一個城鎮前進 等一下 喊 Berwyn blocking Winifred's path 不然就跳到前面來說 等一下 怪物出現了 你打算阻擋我們的去路嗎 哈克吉就這樣 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我都亂翻了 反正就叫哈克吉吧 哈克吉就這樣瞪著魔物 魔物就這樣往我們這邊衝過來了 哇 馬上進入戰鬥了 還好只有一隻 啊有兩隻糟糕了 會不會死啊 來 戰鬥了 我看一下戰鬥怎麼玩 嘿 喔 我有魔蛋 給予損傷 喔 可以回血耶 還有這種 什麼都不做的卡 這個卡好爛喔 這是怎樣 要消費一張卡 才可以拿到新的卡嗎 像UNO那樣子嗎 哈哈哈哈 那 那 那 我好 我就什麼都不做啊 哈哈哈哈 紅色石頭的數值就是HP 變0的話就死掉了 好喔 左下是攻擊 右下是防禦 好喔 有劍跟盾 很好懂 生成一個劍 劍是什麼 珠子 寶珠嗎 寶珠的意思嗎 生成寶珠可以幹嘛 那 我來用個火焰好了 火焰 追加攻擊3喔 就是我的攻擊是10 所以追加3 變13的意思吧 然後還可以賦火的效果 這個燒一下這隻就死啦 我燒這一個好了 應該會死吧 剩2滴血 啊我忘記它有防禦力了 好喔 2回合增加攻擊力 2回合增加攻擊力 喔 它幫他補血耶 換我啊 嗯 可以用雷喔 這好像沒有MP限制 喔 雷是骰骰子 然後骰到多少 就追加多少 好刺激喔 好刺激喔 這個是直接攻擊 攻擊12 12-4 12-4是多少 8 那這個 我們就直接先把這隻打死好了 在那邊 升攻擊 危險 好 換我換我 欸 結果 這真的有一個什麼都不做欸 這個卡丟不掉 哈哈哈 好吧 來 你打人好不痛欸 你打人好不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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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你們看左邊 那邊好像寶石增加了是不是 那我來試一下冥想生成一個寶珠 這個可以幹嘛 喔喔喔喔 那些寶珠可以幹什麼 喔他又回血耶 那我們來 那我們來 直骰子吧 喔 原來 用這些魔法會耗那個寶珠喔 喔 好 那我懂了 骰個6吧 耶 可以打多少 5 5 7 10 7欸 好痛喔 這肌肉男怎麼看都不像是會用魔法的 咦 啊 爹 啊 啦 啊 啊 然後整理一下剛才戰鬥後的衣服 布蘭沒有顯示出一點疲累 默默的擦著武器上沾著魔物的血 Hedwin inspects the remains of their foe The Queen spoke true, he mutters His face massed in contemplation 檢查魔物殘骸的哈克吉說 女王說的話是正確的 聽到哈克吉這麼說 希拉哈擺出認真的表情點了頭 把握被奪走跟魔物們的行動一定是有什麼關聯的 首先,藝術需要收集更多的資訊 到最後一刻,他們設定了他們的目標 我們先去下一個城鎮 來入手情報吧 下一個城鎮 他的名字叫下一個城鎮 他問我們要不要聽說明這個城鎮有什麼設施 來聽一下 反正一開始這些東西應該都用不到 道具屋反而比較有用 遊戲場,還可以玩卡牌 我們來收集情報吧 這是什麼 哦,NPC卡嗎 歡迎光臨 這裡是下一個城鎮 有什麼想要問這個男的嗎 能告訴我這個城鎮的事嗎 你知道小通嗎 嗯,沒有事喔 他問小通好了 同學問他如果有聽過什麼 有什麼關於皇帝的責任 那個男的眼睛很廣 他靠近去Winifred 然後在她耳朵裡說什麼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這裡是下一個城鎮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這個NPC其實就只會這句話而已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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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遊戲 看似很認真 其實台詞都好鬧喔 我的天啊 好,那我們再來問他另外一件事吧 好,那我們再來問他另外一件事吧 哈哈哈 哎唷 怎麼那麼好笑 我太害怕了 把那些怪物都在外面 這女人 嘆著氣說 最近魔物好多喔 要出城鎮覺得好可怕 好吧 還好,還有沒有呢 哈哈哈哈 這男人幫助你 你拿出機器和補充 當你在街上 加入是不是 你跟前面那個人不是長一樣嗎 她手上拿了菜刀耶,有點可怕 她過來問我們能不能幫忙 她膝蓋了她膝蓋 她說她腳扭到了 能不能帶她去附近的藥屋喔 那你不是會回復魔法嗎 希拉哈就跑到她身邊 要讓她起來了 Berwyn把那女人放在背後 然後藝人搜尋找藥屋 不然就背著她 我們開始要找藥屋在哪裡 好,下一個目的就是把這個 這個女的帶到藥屋 藥屋在那裡 我喜歡這款遊戲好玩耶 還可以跳躍是不是 跳躍的時候用R到想移動的地方 跳躍 這樣子嗎?這樣就可以直接 嗚嗚 嗚,可以這樣子喔 是有學瞬間移動是不是 嘿,我們到達藥屋了 我要堅決買藥吧 這女的喝了藥屋賣的藥之後就開始跳起來了 這麼有笑 這麼有笑 這女的喝了藥屋賣的藥之後就開始跳起來了 啊,白色教團的藥果然效用就是不一樣了 啊,白色教團的藥果然效用就是不一樣了 她轉向藥屋,她眼睛在驚訝 你們三人 喔,然後她轉頭看向我們 嚇了一跳說 咦,你們是 似乎她現在才發現我們就是白色教團 她現在才發現我們就是白色教團 她現在才發現我們就是白色教團 她們拿著每一個的手 轉向她們感謝她們的服務 她們一個一個對我們握手 然後說呢 總是受你們照顧 為什麼每個禮拜都在全世界的藥餐廳提供藥餐廳 而且實際上是世界上提供藥的慈善團體 她說我們是在世界上提供藥的慈善團體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每個禮拜的禮拜提供人的臉 令Winifred很驚訝 成為一個徒弟 是黑的喔 我們也解放了熟年女性的故事了 可以讀故事喔 好,我們來確認一下吧 去哪邊確認啊 人物這邊嗎? 唉唷,這什麼東西 這個是衛兵是不是 長得有點可怕 這邊就可以看到她們的故事了 唉唷,這一個 然後就這樣子可以看她們的故事 好,酒完之後我們還是要來找情報 欸,這些NPC怎麼都長一樣啊 那個男人說他看到有些人 離開城堂的地方 帶著什麼看似是藥瓶 他沒看過他們的臉 但說他們沒有看過皮和骨 喔 他說他雖然沒有看清楚他的臉 但...嗯... 他好像只有骨跟皮一樣 應該就是一個非常瘦的尋吧 真的嗎 我們得到有意的情報了嗎 已經滿足了嗎 這樣就滿足了嗎 喔,我們跟這個男的說聲謝謝 喔,我們已經獲得情報了 我們已經獲得情報了 這樣就可以安心了 那女人說她在城外差點被魔物攻擊了 她說她是一個奇怪的物體 沒有其他瘦 而且她把一瓦的藥瓶 像是生命依照著它 然後她卻抱著像是... 那個藥瓶 是個奇妙的怪物 喔 好,他要我們再多少收集一些情報吧 這誰 這臉看起來可愛 有些城市的藥瓶 拆了藥瓶 而且只有藥瓶 最近城鎮周遭呢 有魔物就是專門偷人家的藥 真的假的 謊言說魔物總是往西邊逃走 所以我們要往西邊走 從城市的藥瓶 藥瓶都只確定誰把皇帝藏了 我們已經大概知道犯人是誰了 我們從女王那邊得知 王家之寶 就是一個瓶子裡裝的液體的東西 然後就有那樣子的東西 在逃走 有一個魔物 像骨頭的魔物 拿著那樣子的東西往西邊逃走 那些資訊 那些藥瓶都把藥瓶的真正名 我已經知道是誰了嗎 他說綜合這些情報 偷走王家之寶的犯人就是 是誰 就是往西邊逃竄的 骨頭魔物 是一個很瘦的村人 我根本就不知道 好像是一個很瘦的 這選項很好笑 我認識了 我認識誰是 vai 是 阿希拉哈那就是說 嗯 犯人就是 The monster made of bones Hedwin interjects The one that fled west 然後哈克吉搶先一步說 犯人就是往西邊逃走的骨頭魔物 Hedwin nods an agreement As if to say Another sage pronouncement from the great and wise man 哎呦 布蘭就說 真不愧是賢者哈克吉的推理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希拉哈點點點 哈哈哈 Winifred清潔她的嘴巴 說說那些藝人將往西邊逃走 然後走走 這個是什麼意思 哦 這邊就可以出城鎮 我們還沒去買一些補給品 我們應該不用去宿屋吧 嗯 藥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Apotcari catches sight of the fellowship 啊 the ivory order to which I owe the prosperity of my humble shop 她說 她跟我們道謝說 她可以在這邊經營藥屋 都是我們白色教團的功勞 那藥是不是應該要免費提供給我們呢 我需要選一份的我一份的補給品 然後拿它無價 那將會是我的禁錄 她說需要什麼藥進廣的 Foloshit 指定他們會付任何其他貨品 可是我們玩具了 所以我們還是要付錢 幹嘛人那麼好 我不知道要什麼 回復詛咒的藥 一瓶就要500塊 我鎖持音才542 哇 復活藥800塊好貴喔 看來不能死欸 啊 解毒藥是不是應該先要一下 嗯 買一瓶解毒藥好了 嗯 買兩瓶好了 喔 喔 要點一次就多一張卡這樣 喔好 我先買兩瓶就好 好 然後呢 嗯 讓對方回復10滴血 讓對方回復10滴血 傷藥我好像也是有啦 喔我現在已經有三個了 那先不用 嗯 元氣藥 就是如果中了那種 攻擊或防禦下降的話 可以用這個來回復狀態 那買一個好了 好貴喔 我剛才算是說我們願意付錢啊 可是這個蘇生藥可不可以送我一瓶 我們都買那麼多了對不對 買這麼多有沒有打折 好吧 沒有 我們還要去道具屋看一下 喔 還可以看 妖屋老婆婆的故事 哎唷好可愛喔 喔 喔 魔石一次生成三個寶珠 炸彈 給對方 直接給對方 扣五滴血 這是無視防禦力嗎 應該是無視防禦力了 那好像可能會有點用喔 買一個好了 買一個好了 買個炸彈 這個 噢一千塊 對不起我們買不起喔 那是所有的? 那個公司問嗎 天哪 我們做慈善團體了 果然沒有什麼錢了 好 我們出城鎮吧 啊 要往西邊走是吧 如果全員都死掉的話就game over了 好喔 全死掉的話就要 這邊不能走 燈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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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純十個 好喔 喔原來如此 旁邊那個符號就表示說 要這個動作會消耗幾個 寶珠這樣子 讓YK使用道具 所以我用這個魔蛋就不會消耗寶珠 但是回血需要消耗一個寶珠 好喔 這樣傷藥還是蠻需要的 來吧 來吧 剛才那個KING是怎樣 欸 你們沒有普攻嗎 一定要消耗一個寶珠 或者生成一個寶珠 燒這個好了 燒毀 攻擊是有屬性的 有六種 有弱點屬性嗎 弱點屬性 攻擊會增加 哈哈原來如此 你怎麼打人 你不是會先在那邊 對啊 你不是應該要這樣子嗎 可惡 啊 你的速度比人家慢啊 害人家先動了 你看 先把這個幹掉 階屬性的 飛行 押沒重心 要快按撐 學習新技能 白光 風 也是骰骰子 骰多少就打多少 不用 喔有寶箱耶 拿到截圖草 早知道剛才就不要買了 我要把這邊地圖都打開來好像比較好 一個奇妙的石出現了 似乎是爆炸的 這個奇妙的石就變成一個珠寶石 入手的活力藥 我不太懂 總之就是骰子的點數會影響到入手的道具就是了 我應該要先往西嗎 還是我應該要在這附近練個等級 哇 哥布林看起來有點痛喔 他攻擊力10欸跟我這隻一樣 旁邊那個會幫他補血對不對 還不知道他會幹嘛 這個…直接耗兩顆魔石我就用了 直接先把這隻打死 聖光 哇 還可以暴擊耶 讚讚 然後這個就可以輕鬆的在這邊 生個寶珠吧 這寶珠應該不會留到下一回合吧 來 這個就直接砍 棒棒 我先一邊往西邊走 這是怎樣 懸崖是不是 我們到另外一個地方了 草地變沙地了 藝術船移動向西邊 只要把一個人的角色移動在牆上 大型的角色移動在牆上 我們在樹蔭下看到人影喔 他拿著很大的行李 應該是旅人吧 我們要問旅人 今天很熱呢 欸你有看到奇怪的魔物嗎 我看他講今天很熱呢 哈哈 希拉哈說今天很熱呢 旅人說今天很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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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實 我只是在海邊游泳到西邊 然後他可能會往西邊 女人說他剛才是從西邊的海邊游泳過來了 我拜託你的抱歉 但你有沒有看到一個猴子逃到西邊 希拉哈就問他 你有看到魔物嗎 他給她一個驚訝 他說西邊只有海喔 但是海的另外一邊呢 有一個魔物的洞窟喔 我猜到你在找的魔物該不會是在那裡吧 藝人說西邊只有海喔 我猜到你在找的魔物該不會是在那裡吧 你在找的魔物該不會是在那裡吧 藝人在交換的眼睛 像是說 那就是我們要去那裡 我們三人覺得有調查的價值喔 我們三人覺得有調查的價值喔 但是要去那個洞窟呢 我們可能需要船喔 旅遊者拋棄了他的盤子 提醒了 藝人在西邊海岸的漁師 提醒他 要船的話去西邊海岸的漁師 去拜託他一下看看吧 好吧 等級那麼好生啊 喔 發現道具了 可以選耶 我選中間的 哇 上香藥 耶 我選到最好的 上香彩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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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你是誰 這個 藝人在海岸的海岸 為甚麼只穿這樣子 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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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真不愧是海岸的男子 這是沒有時間 entity Dwinifred 走去他的旁 並請為他 給船 arrive 安全走 居然 不愧是 西拉哈 這艘船呢 被詛咒了 他邊說邊顫抖 詛咒 晚上後晚上 它離開港 without a solar board 我知不知道在哪裡 早上晚上 它再次站在這裡 這 到漢人的心裡 是一個討厭的結果 是被詛咒了 他的頭就放在他的手上 我確定只有一個討厭師 我能夠提出它 然後再走 尚尚 藝術們沒有找到自己的討厭 他們決定回到Nexton 找到什麼 哇 要回去下一個城鎮 所以應該也可以直接回去吧 喔 果然 好像可以直接跳過去 那也很方便耶 喔 也有肌肉男的故事啦 算說這樣子就可以跳回去了 可是我也很在意這邊的景色 所以我還是想慢慢走回去 喔 魔物出現了 壞東西已經被殘殺了 你可能可以幫助它 擁有些盡量 你把物體擁有些盡量 擁有些盡量 回復的魔物就不知道往哪邊走了 還邊回頭看著我們 這個可以走耶 森林的路 又有事件了 耶 我又可以拿道具了是不是 二 喔喔喔 鎖到二要戰鬥是不是 剛鎖到一拿道具了 鎖到二要打架 哇這種寶箱怪 他的防禦力也太高了吧 炸彈 炸彈是用在這裡啦 他防禦力也太高了吧 我們的攻擊力怎樣都打不穿啊 所以應該至少可以打個一滴血吧 我們來試一下 零零零零零零零 有1啦 有1 嚇死我 喔 對喔 有一個追加的 所以如果骰到4以上 骰到4以上他就會死 要靠這個 阿怎麼又1啦 怎麼那麼衰 太衰了吧 還好他打得有點不痛 所以我用這個磨彈的話 就打他一滴血都不會扣囉 至少還有1就是了 好吧 是說這個直接追加3嗎 這個應該就直接燒死他了吧 結果還是1欸 哇 好多錢好多經驗值 啊 不過剛才打那一隻呢 真的是還好有買炸彈喔 等下再回去 唉唷 學到冰魔法了欸 等下回去我要再買一下 買一下炸彈 炸彈我知道好用在哪 欸 怪物出現了 他只是站著 魔物出現了 看著你 可是他只是看著我們 一動也不動 忽然它會變成痛苦的臉 演出像是被傷了 啊哈 這應該是你跟 Antidale救了 我們之前救過的那一隻 這位置在你的腳上有一個藥物 然後它掉了這麼快 你以為這是它的方法說謝謝嗎 我們又一瓶解毒藥換到這個 謝謝啊 這瓶藥很貴耶 還好有救他 還好有救他 他送給我們這個 欸這個遊戲好好玩喔 你們會這樣子 我開始期待他的正式版 藥物應該就有賣那個詛咒藥了吧 喔喔喔喔 藥物裡面有一個年輕的男子 在大叫說 給我算便宜一點 是我嗎 我們打算要進去送財的時候 然後呢這個男的就飛出來了 風流過了Winifred 快要撞到希拉哈的時候 快要撞到希拉哈的時候 他說欸危險耶 他沒有動作出退路 反而撞在他的肩膀 然後走下 那男的也沒有道歉就跑走了 店主說真是讓人困擾的客人 希拉哈說下次再遇到那男的呢 我一定要跟他好好講一下做人的基本禮儀 五百塊 好貴 好貴 我們帶來了 來 我們給他藥然後拜託他讓我們去那邊 很驚訝他的肌肉肌開始蜂蜜 同學都偷偷了這事 收到藥的魚師非常開心 不知道為什麼他的胸肌就開始跳起來了 他開了瓶子 然後就把藥往船那邊淋上去了 準備好就可以跟魚師說話 就可以前往洞窟囉 我們就直接去吧 人那麼好啊 人那麼好啊 那那那那 只好等下次我再練練吧 他說Chirily 又來了 那麼好 那跟上次一樣嗎 那我們再救他一次吧 用解毒草換 換復活藥 我不知道這世王版可以玩到多少欸 居然還可以讓我們搭船過去 那整體玩起來呢我覺得很好玩 我覺得很好玩 那我還滿期待他正式版長什麼樣子啊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感謝大家來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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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還好 掰掰 我們下次見 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